二 一 小声欢迎你 真的 真的 你好 我想问一下 那个白桌子在哪里 刘腾刚才杨迪 对你的介绍当中 有没有特别不准确的地方 你是九岁的时候 看曲院达蚕喜欢上的柔术是吗 可能就是我的故事 他可能就是 没有了解得那么全面 所以在 就是 功课没有做好 就是看曲院杂谈啊 九岁 是的 但是我在之前 四岁到六岁的时候 已经练习柔术了 对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我四岁六岁 我不记得我那个时候的时候 那这个是不是一定要从小练起 是的 必须要从小练习 我刚刚误导大家 那他刚才有说什么 在十八岁以后就要多暖身 真的吗 对 热身这个是真的 你看看这个动作 有很多的 今天很简单 我们今天先让他简单的来一个动作 其实大家听说过 就是放到把自己身体折到一个行李箱里面 对对对 对吧 但是我看到那个行李箱的时候 我有点 因为那是一个登机箱 你能进这个箱子啊 不会吧 这个是平时他睡觉的地方 不用认识 这是他的卧室 小月月你可以尝试 小月你在这边 在他热身的时候 你先试试 你能进去多少 你进去多少 这是他的卧室 快你尽量 你尽量缩 我要把你盖上 不是 你缩 你缩 杨婷你在看我的笑话 我知道 你缩 人家好了 好了 好了 其实这个箱子还是挺小的 比我想象的小 我是没想到这么小 我觉得他是上飞机 可以不用买票 好软 哎呀 哎呀 像个baby一样 天哪 完全折进去了 他自己要合上来 刘腾好可爱 他折进去 只有自己还看着我 这样笑着看着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